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调后法 调后法就是 春天要 冬天要火 夏天要水 秋天要木 调后法是用来提振你心情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他并不是真正抓用神 不要以他为抓用神 他是来调剂你 你现在情绪不好 你可以大量就是说用这种方式 春天出生的就是你出生在饮月卯月成月 夏天出生的就是在四五位 秋天就是生有序 冬天就是汗之种 就是表示你是春天出生的 就大量的要用金 身旁用金让情绪高涨 你是夏天的就是用水 你是秋天的就是用木 你是冬天的就是大量用火 会让你情绪不错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